波兰一处露天礼堂中 一群少女正演练着歌曲 突然间 斗大的雨点从天而降 滴落在女孩们青春的面庞上 惹得她们四散跑开 唯有波尼亚依旧歌声高昂 坚持唱完最后一句 随着大雨一发急促 少女们纷纷嬉笑着冲出礼堂 在黄昏炫下的倾盆大雨中 自意地欢笑着 酣畅淋漓地释放着 她们为艺术奉献的青春气息 彼时 一辆载着列宁雕塑的卡车 与之擦肩而过 沉重的气息 并未引起波尼亚的注意 在一方狭窄的小巷中 波尼亚与情人四目相对 情人毫不吝啬地称赞少女的歌声 眼中尽是痴迷 伴随着速速不停的雨声 潮出粘腻的空气 两人相吻缠绵 释放着情男自控的爱意 于后 余晖未散的街头 波尼亚踏着活跃的步伐 飞奔回家 夕阳的余光 将这位少女映照得更加活泼 波尼亚自由丧母 关于母亲的记忆 只有童年时 那么冬日里的星光 母亲说 那些星星点点 是清冷脱俗 孤独无一的灵魂 六时 波尼亚并未理解母亲的暗指 但长大后 她也并未觉得孤单 因为在冥冥之中 她总觉得 有着另一个生命 与她的灵魂同在 而她也一直在等待 与之相遇 因为阿姨的身体不适 波尼亚决定前去照料 阿姨是个爽朗幽默的女人 波尼亚总是与她无话不谈 在这里除了阿姨 波尼亚还有一个朋友在乐团 在等待过程中 情不自禁的波尼亚 伴起了空灵的和声 她那绝美脱俗的嗓音 让导师眼前一亮 便主动邀请她 来到家中做客 交流音乐 千禧万分的波尼亚 立即抱起一叠乐谱 感想乐团 即便是 作为嘈杂的人群游行生 预示着国家政局的巨变 也未曾侵扰 她那个天真无邪的灵魂 她只是眉头紧锁 一心拾起她心爱的乐谱 拾起 她对音乐 倾注的那份纯粹与热爱 但在恍惚先 波尼亚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是一个 与她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少女 而此时的少女 正拿着相机 忙碌地记录着混乱的街景 在波尼亚震惊又惊喜的神色中 少女随着汽车 匆匆飞驰而去 来到导师家 波尼亚大展歌喉 尽管她从未接受过 正规的音乐培训 但她那清新脱俗的音色 却有着无人能及的天赋 于是 导师破格录取 更希望波尼亚 可以参加不久后的比赛 但在归途中 波尼亚突厥一阵钻心的痛 原来 她自小就有心脏病 再加上刚刚唱高音时 情绪过于激昂 所以才犯了病 痛倒在地上 此时 一个露音癖的男人迎面走过 离奇的是 波尼亚看到她后 心口居然不痛了 没过多久 音乐赛如期而至 波尼亚站在主席台 动情地演奏着 她那美丽的容颜 绝美的歌声 很快就将观众一一征服 可一晚突然来袭 唱到慷慨激昂处时 波尼亚心脏病发作 在自我陶醉的高昂中 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那如日中天的音乐生涯 波尼亚也在最高处时 怯然而止 与此同时 远在法国的尼亚 正与男友享受着床帝之欢 她就是那个与波尼亚 有着一面之缘的少女 事实上 两人不仅样貌和名字一致 其他地方也都如出一辙 他们都酷爱音乐 也都自由丧母 甚至连生命中的瑕疵 都毫无区别 都患有心脏病 而这种命运紧密相连的默契感 也同时牵动着相似的灵魂 前一秒 还在快乐中的法尼亚 因为波尼亚的轰然倒地 突感一阵惆怅 在波尼亚死去的一瞬 她明显感知到 生命中仿佛缺失了一块 法尼亚不受控制的泪如雨下 并且预知到 如果继续唱歌 她也会因此付出生命 虽然她无法解释 这突如其来的暗示 但对此深信不疑 隔天 法尼亚就来到乐团 提出辞职的请求 大为震惊的导师很不解 法尼亚的声线和天赋 如此出彩 为何要断送大好前程 面对导师的不解 法尼亚只能沉默应对 旁人不知其中的玄机 只有她自己才能读懂 心底那份穿透时空的忧伤 辞去合唱团的工作后 她成为了一名音乐教师 机缘巧合下 法尼亚观赏了一场木偶戏 那是一个幼于木盒中的女孩 她非常热爱舞蹈 不惜逃出木盒 完成一支绝美的舞蹈 即便此行径 让她摔断了腿 葬送了生命 后来 一个巫婆为她蒙上一片白纱 而她 因此变成了一只蝴蝶 获得永远的自由自在 法尼亚 被这个凄美的故事深深打动了 以至于在回家的路上也心不在焉 面对路人的提醒 法尼亚只是温柔地笑着回应 直到男人离去 才发觉 她的车上画着那只木偶 原来 这个男人 正是表演木偶戏的木偶师 回到家 已是深夜 一阵电话铃声 将法尼亚从睡梦中吵醒 只是 对面的人却不说一句话 静默地好长一段时间 男人播放一段音乐 随着音乐戛然而耻 法尼亚挂了电话 她不知道对方是谁 却对她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甚至觉得莫名其妙地爱上了她 当法尼亚将这条习讯告知父亲 并在父亲询问是谁时 法尼亚却说并不认识 却能感应到她的存在 并且未知动情 这种想法和当初辞职时的一样 令朋友们再次生起疑惑 随后 法尼亚说起 那场久久无法忘怀的漠戏 深受同感的朋友说 那是亚历山大笔下的故事 眼前一亮的法尼亚立即奔向书店 他想从那本书中了解这个男人 这一天 法尼亚收到一个陌生的包裹 里面是一盘磁弹 磁弹里传来了各种细微的声音 打字声 脚步声 开门声 站台声 甚至还有汽车爆炸声 以及挥轰神圣的音乐声 最后以至于法尼亚分辨不出 那是身边的声音 还是里面的声音 在这一巧合下 欲加疑惑的法尼亚再次拿起包裹 根据邮戳的信息 以及磁弹里的声音 来到了熙熙攘攘的火车站 并在这里 找到了寄出包裹的咖啡店 店里的人不多 法尼亚一眼就注意到了 那个熟悉的男人 直觉告诉他 这个男人 就是他要寻找的压力山大 果然 男人的桌上有盘磁弹 而男人对他的造访并不意外 他在此已经等了两天 不过 他不介意等了多久 因为脑中的灵感告诉他 他想写一个故事 一对素不相识的男女 因为心灵感应而相聚的故事 而这个灵感 很明显就摆在他的面前 他知道 法尼亚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 同样的 法尼亚也坠入 这段奇妙而又神秘的缘分 两人一见如故 在旅馆中表露心迹 很久以前 他就感觉世界上有两个自己 一个在眼下的时空 一个在另一个时空 而另一个时空的自己 一直在指引眼下的自己 随后 法尼亚打开满是藏品的背包 想要分享给亚历山大 更多关于自己的故事 忽然间 一张刚洗出的照片 吸引住他的目光 那是法尼亚在波兰拍下的 可就当亚历山大夸赞他风姿 彻跃时 法尼亚突然浑身一颤 照片中的女人 并不是他 而是波尼亚 而就在这一瞬 法尼亚百感焦急 激动地失声大哭 他终于意识到 世上真的有 另一个自己 那无数次的黯然神伤 和心灵相依 也并非他的空想 在这神圣 而超然的时刻 这对同样具有默契的情侣 深深地坠入的爱河 第二天 亚历山大给法尼亚 展示最新造出的木偶 木偶有两个 令法尼亚很不解 亚历山大告诉他 漂亮的木偶是一碎品 为了避免意外 他要多准备一个 借此和法尼亚的灵感 他构思出了一个新的故事 在两个不同的城市 有着一对 长相 精力 都相似的姐妹花 其中一个 在被壁炉烫伤后 另一个会下意识地避开壁炉 即使他不知道 那个壁炉会烫伤自己 法尼亚听后 不禁流下眼泪 这个故事多像他自己 当初退出合唱团 不正是因为 在这个世上 有位和他心意相通的人 在指引他吗 法尼亚驾车来到一棵大树旁 这里是母亲启迪他 绿叶与生命的地方 他静静地抚摸着这棵大树 向另一位 在天堂的尼亚 做最后的告别 因为此后 他会把自己的人生 过得更加美好 《两声花》上映于1991年 由法纪波兰导演指导 除了别出心裁 与众不同 心有灵犀的主体故事 这部电影 还涵盖得极其丰富 极具内涵的时代背景 因此 也造就了这位导演 成功转型之路 并在之后 一口气拍出 大名鼎鼎的《蓝白红》三部曲 作为法纪导演 他见证了祖国发生的各种巨变 在眼观 那一切的动荡不安 与分崩离析后 他始终坚守着一颗 寂寞而独特的初心 用镜头默默记录着 那些时代洪流之下 独一无二的个体存在 而这一初心 在《两声花》中 表现得酣畅淋漓 比如 开头一场雨戏中的一幕 是一群释放生命自由的少女 和一个沉中气息的雕像 简单地擦架而过镜头 却塑造出少女们个体的灵动 以及不被政治所拘泥的天真活泼 还有一处波兰广场 波尼亚的乐谱散落一地 即便身侧是嘈杂纷乱的政治气息 它也掩盖不了一个个体 心中真正所需要的梦想 以及那份 为之甘愿付出的小小执着 但在时代的洪流之下 又有谁能够独自苟存呢 所以导演塑造了另一个个体灵魂 它是热情的 对生命极其热爱的 成如两个木偶 表达的导演对生命的怜惜 对生命无限延续的感动 同时寄望于祖国的和平 痛斥于战争的摧残 直到波尼亚的死 这种国家的纷乱 纷争 好似也随之戛然而止 幡然醒悟 于是导演借助法尼亚 抒发这一共同灵魂深处 缺失的痛恶 渐渐地 他被波尼亚的灵魂指引 勇敢地去找回 那份群体对国家和平的初心 那份个体对艺术和梦想 无功利地忘我的热爱 使国家变得同波尼亚生前那般 善于敏锐而浪漫地理解 灵魂的真谛 因而 波尼亚也是个体法尼亚的 一面灵魂镜像 照出他自身 在洪流时代背景下 遗忘的自我真情 找回 本根同源的灵魂 将之合而为一 这 才是影片最为精彩的内核 也是为何 最后法尼亚 会无法自拔地爱上压力山大 因为那个男人身上 有着神秘而熟悉的浪漫灵魂 波尼亚的死 正如灵魂被分割一般 以至于法尼亚身上的孤独感 一直无法宣泄 直到遇见 这个和他有着同样 契合灵魂的压力山大 他才找到了灵魂的真正归属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